七大工業國誰最愛黃金 還是中國印度更喜歡 趕快來看答案可能會超出你的想像 社長聊天室 苗董財經關鍵字 大家好我是豐哥 最近七大工業國G7在日本廣島開會 會議剛結束 那主要的議題就是為了應對俄乌戰爭 中美對抗跟台海的緊張情勢 所以這是今年會議的重點 不過最終所發布的會後聲明 還是雷聲大雨點小 可能會讓不少人感到失望 但是如果你是新追蹤會議的人 我也請你真的不要太意外 因為豐哥從年輕開始就追蹤會議 那幾乎每年都是這種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會前肇事聲勢力竭 然後會後聲明卻是雲淡風輕 這是因為 即使G7是以美國為首 希望把大家瞧起來 找來一起瞧出個共同的方向 不過各國的利益還是不太一致的 所以大家最後東橋七橋 最後就只能得到相對模糊的共識 那這樣說起來 每年G7會議最大的成就 到底是什麼 就是各國的領導人 站在一起 排排站 拍一張大合照 展現我們是同一陣線的 就像今年他們在廣島知名的景點 岩島神社前就拍了一個 非常好看一張照片 就交代了這場會議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G7它到底為什麼存在 我們先來聊一下歷史 他是受到1970年代石油危機的刺激 當時因為石油危機 造成了各國在經濟上面的一個比較大的衝擊 所以為了應對這種國際性的重大的政經事件 就有美國主導 在1973年組成了美國、英國、法國、西德 當時還是西德 以及日本的這五大工業強國組合在一起 成為了一個五國集團 然後到了1975年 又邀請了義大利加入 在1976年再邀請了加拿大加入 所以從此就成為七國的集團 那這七大工業國就在當年度 舉行了第一次的G7會議 那這之後七大工業國就產生了一個共識 我們以後就用輪流主辦的形式 每年定期來聚會 共商一下 這個年度可能大家碰到的國際政經大事 不過大家注意一下 但它並不像聯合國或國際貨幣基金 它是有個常任的機構來執行這些會議決策事項 G7到比較像是 我們拉了一個LINE群組 或是像是朋友圈 大家就輪流作動 邀請這些成員來吃飯 飯後大家一起拍個照 雖然是開玩笑這樣說 不過在G7的成立初期 七大強國的領袖站在一起拍照 不管是從政治經濟或是軍事上 還是有非常大的象徵意義 那我們先來看這張表 在1980年這個時候 七大工業國的GDP 佔全球GDP的總量 其實比重是超過60% 這也顯示在那個時候 G7對全球經濟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而隨著美國跟日本經濟力的上升 也就是從1980年代到1990年 這個數字比重 居然還慢慢的在向上增長 也就是說G7的全球影響力 幾乎是在1990年代的初期 達到頂峰 之後才開始慢慢的往下滑 可是這個下滑 也不是因為它勢力的轉落 而是因為其他國家的經濟成長開始上來 稍微有分掉一點它的佔比 不過比較明顯的佔比下滑 就是要看到2000年科技泡沫破滅之後 在2000年到2010年這個期間 美國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個當然大家清楚的是科技泡沫破滅 另外一個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 美國跟其他的G7成員國 因為彼此的經濟跟金融市場的 聯動非常密切 也因此他們受到科技泡沫破滅 跟2018年金融海嘯的衝擊很大 那這兩次經濟危機都起源於美國 也就導致G7的全球經濟影響力 快速的滑落 同一時間又剛好是中國經濟規模 出現快速成長的時期 所以此消彼長 因此到了2022年來看 G7的全球GDP的佔比 甚至已經下降到了大概是40%左右 這也就意味著過去一舉一動 曾經撼動全球的G7 現在它的經濟影響力佔比 在全球居然連一半都不到 那如果再看它的人口佔比 那就更小了 因為G7國家普遍是工業發展先進國家 甚至更早進入了服務業為主的經濟主體 那通常這類國家都有少子化跟高齡化的這兩個問題 所以G7國家現在在全球人口的佔比 居然是連10%都不到 但是也不要小看了G7 它還有一項關鍵數字 目前在全球仍然是排第一的 就是軍費支出 根據斯德克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 到2021年G7的軍費支出 大概是1兆美元左右 而全球的軍費支出 大概也就2兆上下 也就是說光是G7就佔了一半 當然其中大多數都是美國的軍費支出 不過這也反映出 雖然中國跟俄羅斯快速增加國防預算 不過如果以全球的規模來看 其實還是遠遠落後於G7 雖然軍事支出不全等於軍事實力 不過兩者的相關性還是不低的 不過我不是軍事專家 這方面我就不過多的闡述 只是G7的軍力雖然強 但是還是有兩個隱憂 第一個以G7的軍力 他要守住全球七大洋的這麼大的板塊 他恐怕是很難面面俱到 特別是如果戰事或是地緣政治緊張 發生在不容易遲緣的區域 那光是運補就是一筆驚人費用 這也就是為什麼 美國在俄烏戰爭中一直非常謹慎的原因 第二軍事的背後其實是錢糧 G7的經濟影響力跟人口佔比 在全球已經走下坡 因此他的軍事影響力一定要頂住 否則他在全球的話語權可能會加速崩塌 但是這高達全球一半的軍費支出 要從哪裡來呢 本來大多是美國出的 可是現在大家也都知道 美國自己都在台高足了 所以從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 雖然這兩個政府彼此很看不對眼 但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 他們都急著要盟國幫忙分攤軍費 所以就一直催促各國要提高軍事預算 既然談到各國的財政 這也讓風哥就好奇了 那G7的金庫裡面到底有沒有藏黃金呢 還真的有 我們仔細查一下數字 本來我們以為印度中國或 沙烏地阿拉多的中東國家 特別喜愛黃金 應該會買最多黃金 但是如果我們以國家庫存的黃金 拿來作為外匯存體 或稱為外匯準備金 這當中的黃金數量來做個比較 全球黃金居然大部分 其實還是在G7的四個國家手上 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是世界黃金協會 統計到2023年第一季 我們來看 全球黃金持有最多的排行 第一的是美國高達8133噸 那德國是第二名 3354噸 這邊大家是不是就有點意外了 居然不是你心中想的俄羅斯 或者是中國 或者是沙烏地阿拉伯 那第三名你可能更意外 是意大利 它有高達2451噸 法國第四2436噸 俄羅斯僅僅排名第五 它達到了2326噸 其實大家應該記得 俄羅斯這幾年 是拼命的出托美元資產 但是即便如此 它也還只能排到第五 那中國呢 只排第六是2068噸 第七是瑞士 第八才是日本 居然只有846噸 這個以日本的經濟力 這個黃金足量真的是太少了吧 第九是很愛黃金的印度 居然也才只有794噸 除了黃金的總量之外 我們另外有一個效一併觀察的數字是 這些黃金佔這個國家的外匯存體的百分比是多少 我們要知道一個國家的外匯存體呢 或稱外匯儲備 它是由外匯加上黃金這兩種加總在一起 那我們在上一集的時候有說過 在美元霸權時代 很多國家在這個外匯存體中 其實持有很低比例的黃金 那大部分持有的是美元或美債 包括台灣也是這種做法 因為黃金沒有利息 放在你家的床底下 不會生出小黃金來 但持有美債卻可以賺利息 所以只要美元的價值不崩塌 持有美債會產生負利效果 不過現在各國頭痛的是 美債餘額快速攀高 這就隱含著美元跟美債的信用 有可能會滑落 反而黃金卻是在加密幣這兩年崩塌了之後 又重新得到市場關愛 這也說明為什麼有這麼多國家 這兩年會買進黃金 推升金價兼挺 我們再來看G7以及一些重要國家 黃金佔外匯存體的比例 第一個最高的是 美國高達68.6% 這很合理 因為美元是他自己的貨幣 他不能拿來當自己的儲備 所以他只能以美元更有信用的黃金 作為最大的儲備來源 那僅次於美國的是德國高達68.1% 法國66.9% 義大利65.3% 俄羅斯24.9% 那英國只有11% 那我們來看到 日本只有4.2% 台灣也是4.2% 然後日本只高台灣一點點 那中國令人很意外的是 居然只有3.9% 加拿大更是0% 那加拿大為什麼是0呢 那加拿大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大量只有美元 美債 因為他的經濟跟美國市場與經濟幾乎是完全綁在一起的 大家看到這裡應該心中一大堆問號吧 你會發現很吊詭的是 全世界大量持有黃金 而且這些黃金佔他外匯存體是高比例的國家 居然是G7當中的美國、德國、法國跟義大利 那看起來像中國、印度跟俄羅斯 嘴巴上一直說要去美元買黃金 可是實際上買的都還是太少了 也就是說如果跟美國站在同一立場的G7國家 自己都大量持有黃金了 而中國、俄羅斯或其他國家想要去去美元的話 不管他們是不是能夠找出另外一個準備貨幣 不管是人民幣或是其他一籃子貨幣 他還是需要持有更多的黃金 但現實就是黃金每年的產量有限 各國不可能不計代價去搶買 所以你在可預見的一段長時間裡 要擺脫美元霸權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這個代價會極為高昂 美國自己固然怕各國不買他的債券 但各國特別是那些持有高額美債的國家 更怕美債價值崩跌會反噬自己 無怪乎美國前財長康納利 他有說過這句名言從1970年傳送至今 就是我們的美元你們的問題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